哇,前面这么多人,这么热闹,到底在干嘛? 看到没有,那个上面站满了好多人,好多小姐姐, 从这边进进出出,就在这个小的一个树林子里面, 这边都被移为了平地,看来这里有成百上千人来这里逛过, 他们都把头抬到那个角落上面, 纷纷拿起手机,到底在记录着什么? 真的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不可思议。 好多人好多人,好热闹好热闹,下面也是人,上面也是人, 好多小姐姐,好多小哥哥在这里啊, 夏天到了,小姐姐们穿的可谓是光鲜亮丽啊, 看的人是面红耳赤啊,看到没有,这边呢, 好多人好多人,哇,在这个上面, 哇,这里好像是卖黄金的,这上面有人在跳舞, 现在没开始跳,我们来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吧,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位于湖北省武汉市, 这里应该属于江岸区,江汉区桥口区的交界处, 山区交界处,然后呢,这里是武汉的江汉路步行街, 也是百年老街,它是一条一年没有淡季的一个街, 每年都是,每天都是如此的热闹, 人山人海人潮汹涌, 整条街一眼望不到头,全长1700米, 这里到处都是万国的建筑群,历史建筑在这里啊, 看到没有,这边的小姐姐也很漂亮, 站在这里啊,马路上面到处都是人, 人山人海的,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到底在拍什么呢, 现在应该开始跳舞了吧, 我现在呢,把镜头准备抬高了, 看到这些朋友啊, 请给我多点鼓励,多点支持,点点赞,点点关注, 您的支持啊,就是我更新最大动力, 把这边的最真实的场景分享给大家, 好了,现在大家看一看, 这边的三位小姐姐, 另类新奇,大胆表演, 看到人是面红耳赤啊, 穿着的是那种西域来的一个风格, 穿的是那个像古装一样的啊, 然后呢,呃,这边呢, 还有在这边跳,不知道是社会摇还是什么, 反正就是感觉很新奇啊, 在别的城市都没见过, 武汉的这边的一个这个范围啊, 非常好,商业费物非常好啊, 就是在路边呢, 也没人过来推销什么的, 我在别的城市啊, 只要人一多就有人过来发小卡片啊什么之类的, 在这边是完全没有看到的, 在这边的舒适度非常好啊, 上面呢, 好像是带着蒙面纱的小姐姐, 在这边跳着一个西域的舞蹈, 真的是风情望重啊, 看的人是垂颜三尺啊, 然后看的人也是面红耳赤啊, 你们来这里看过吗, 感觉这种楼啊, 也非常的专修有档次, 富丽堂皇, 真的是非常高大上, 这边人啊, 看到没有, 好多人啊, 在这边观看着, 都不愿意离开, 一看就是看好几个小时, 看到没有, 都拿起手机, 纷纷在这边拍照, 在这边打卡, 在这边留恋, 看到没有, 真的是热闹飞房啊, 你们那边城市有这样的一个店铺吗, 有这样的一个跳舞的一个情况吗, 真的是看到我, 面红耳赤的, 朋友们, 你们感觉这个舞蹈跳的怎么样, 还戴着蒙面纱, 像西域来的美女一样的啊, 真的是风情望肿啊, 看到没有, 我们再看一看, 欣赏一下, 这边好像在跳那个骑马舞啊, 骑马, 然后这边是在洗脸, 洗脸, 然后这边呢, 在这里敲手, 好了,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, 喜欢, 现在点赞, 下个节目见, 我们再看一看, 我们再看一看, 谢谢大家